如果你有7000萬 會不會在中環這個核心 買這樣的一間屋呢? 今天我們來到灣仔 這裡有太古的傑作 在2022年入伙的 星街8號XDOT STREET 凍野就是玻璃墨牆 位於灣仔的核心區 太古廣場 那走前就是金鐘站 然後這裡 就是這棟大廈 超近 它是一棟樓提供37室 其中頂層有兩間特色單位 我們等一會上去看看 是一間福西邊天台單位 實用面積是1198呎 連同660呎的天台 一進來就沒有圓關位 一個環廳間隔 發展商做了一些裝修 做了一個電視櫃 有回遊型的梳化 有梳化椅 有長梳化 這邊有一個露台仔 看出去就看回灣仔上去外面 挺漂亮 前面是一個廣場公圈的地方 所以它看的視野挺闊的 飯廳的位置 它就放了一個比較小的餐桌 四人桌 簡單一家人吃飯就可以了 然後這裡放了一個裝飾品 挺英俊的 還有一個工作 露台 可以跟露台聯通 即是做一個通風的外影 廚房我自己挺喜歡的 因為它是一個長型的 然後做了U型的桌面 桌面是夠寬的 你看到 整隻手這麼長 每個星盤都夠大 路透就用電磁爐 有酒櫃 可以放一下自己想喝的東西 下面就放了洗耳機 蒸鍋爐 還有足夠的廚藏空間 洗碗碟機 雪櫃 所有家電都內顏色 看上去就很整齊了 然後一線大廠 看出去都看到 中環的地標 IFC 上面都夠空間收納的 又最特別呢 你猜一下這個位置是做什麼的 我猜它應該是被工人姐姐睡覺 純粹用一個櫃去隔空間 讓工人姐姐用口氣 睡覺這樣就關上門 如果不用工人姐姐 你可以當這是一個雜物房 算不算 我們也是做雜物房 下次也挺有趣 而且它用了石面和橫石面 看上去就比較靚仔 唯一的缺點就是 臨浴區真的很小 上樓梯走上來 它做了一些把手和梯間都做得挺闊的 你可以掛下一些畫 生活照 可以點綴一下 上到來第二層的睡房區 一條長走廊 旁邊有線大窗 看出去景觀的通透 我們轉過來 先看主人套房 感覺就不夠大氣 好在有個大落地玻璃 有些好的景觀和賽果 直望就是中銀 前面就是太高廣場 側一點有的海景 樓底也高一點 3.5米左右 這裡是用燙門的 有一個浴室櫃 做了一些挺漂亮的暈蛇 相當大 轉身也可以 另一間睡房 大同小異 就是在這邊擺床 從這裡可以有一個位置 可以做衣櫃或者書桌 前面 金色浴室的用具 還有一個暈蛇面 看上去就很高貴 最後一間小的睡房 放在上面也很簡單 它用了一個位置 你的床頭應該放在這邊 看的視野都很漂亮 可以看完香港最地標性的東西 是房間小了一點 讓我們看看天台 好像這些複色的特色單位 在市中心相當少有 而且扭令還要這麼新 更加少有 當一件東西變得稀有 就會變得珍貴 哇 這個天台就是660呎 是超級正 首先它有一個泳池 還有可以控制速度 就是你想游幾快都可以 這個泳池可以自己游泳 都一流 跳下去就可以游泳了 然後有一個洗手池 然後你旁邊左右 就是那些房子 私隱度會差一點 但是地段是真的漂亮的 那邊尖沙咀的海景都有這邊 有自己的私家泳池 私家花園 這裡 放一些室外的用具 然後有一個室外的燒烤籠 薄了來去水 當你需要宴會的朋友 BBQ 這些真的超級正 還有整個天台都 NICE 真的能出街 能見人 正的 還有 可以有一個泳池派對 游完水可以在這裡喝東西 吃東西 一流 TD家屋 業主的意向尺價是5萬6千元尺價 餵起就超過7千萬 如果你有7千萬 會不會在中環這個核心 買這樣的一間屋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知 新行門 新行門很緊撼我